来源 杨子晚报 记者 张晨星 随着11月17日CBA第九轮比赛全部结束 接下来国家南蓝红队将集结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 CBA也将进入一个间接期 就CBA本赛季第一阶段的总体情况而言 各队之间的实力愈发均衡 竞争之激烈前所未见 虽然一些地方仍存在争议 但CBA公司以系列的举动还是让人看到了连赛今后良好的发展方向 CBA今年确实有了新气象 第八剧第一景一个盛场 持续关注本赛季 CBA的球迷或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强队弱队的界限已不再分明 比赛的结果也越来越难以预料了 你能想象实力强劲的辽宁队会输给南京同系吗 你能想象一度全胜的广下队会在主场宅在广州队手里吗 同系广州在以往都是联盟中的弱旅 但本赛季他们一个一取得四胜一个一取得五胜 在赛季开始前舆论预测排名前列的球队 无外乎新疆辽宁山东广东等队伍 然而第一阶段打完竟然有四支球队战机同为七胜二负并列第一 其中还包括了外界所没有想到的球队江苏肯蒂亚 江苏队以多个赛季无缘季后赛但本赛季他们两场客场通过加 十分别战胜了福建和广州 在客场又绝杀广东展现了自身的团结和顽强 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黑马 这充分体现了这四个群雄并起的赛季 除了前四都是七胜二负第五名到第八名都是六胜三负第八到第一只差了一场球 第九轮一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排名波动的剧烈广下客场不敌新疆广下由第一名直接降到第八名 如果和上个赛季做对比本赛季的竞争程度之高更为明显 上赛季战霸九轮 两队八胜一负 两队七胜二负 三队六胜三负 当时的第八名则为五胜四负 前八名包含了四种胜率 排名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本赛季目前的局势令人欣喜 联赛的总体竞争力势必会因为各队实力趋于均衡比赛悬念增加而提高